观众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8月3号文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 我是樊东宁 今晚海峡论坛有两个主要的讨论话题都和蒋经国有关联 一个是日前在欧洲的一个学术会议上 中国国家汉办主任要求主办单位将印有蒋经国基金会的那一页相关资料 从大会手册中给撕除 引起了台湾方面的不满 这对两岸关系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另外我们要来比较一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誓言反腐 终于在上个星期抛出了周永康这只大老虎 习近平打虎是不是有当年蒋经国的影子 还有习近平改革的决心和他的反腐是否有所谓收手的时机 我们要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当然过去这个星期在海峡论坛都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故 此伤惨重 那么这个部分呢 海峡论坛今晚有最近的报道 我们先请在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来为我们做介绍 王毅你好 东宁你好 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大家刚刚在这个 不管是中广或者是美国之音的前五分钟新闻当中 我们听到的都不是令人相当愉快 而且是相当沉重的这个消息 都是一些伤亡的消息 特别是台湾南部高雄呢 在7月31号星期四的深夜呢 发生了长达6公里路段的这个连环气暴 即上个星期复兴航空坠机再度发生死伤惨重的灾难 那么全台湾都感到非常的悲痛 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到今天上午10点的最新统计呢 这起气暴事件已经造成了28人死亡 两人失踪300人受伤 那么有这个李长荣化工呢 被高雄市政府指为是高雄这次气暴事件的这个元凶啊 但是这个李长荣化工在今天下午两点半召开记者会 董事长李某伟呢首度向社会大众鞠躬道歉 不过仍然说这一次的爆炸事件这个原因十分复杂 至于是不是李长荣他们直接要负责的呢 这个李某伟董事长目前并没有正面的回应啊 那么此外在大陆方面 这个我们可以发现到就是在昨天8月2号的上午7点37分左右呢 江苏昆山市一间台资的金属制品公司 中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这个车间发生了爆炸 根据刚刚这个新闻所这个更新的最新的消息 已经有71人死亡 有200多人受伤 那么这个伤亡人数应该还会再攀升啊 那么这个在上海瑞金医院的这个烧伤科主任张晴就说 送到这个医院的烧伤患者呢 多半都是80%以上的大面积烧伤啊 他在这个烧伤科工作20多年以来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严重的这个烧烫伤伤患的 这样大批后送的一个情形啊 那么此外呢 在中国国务院方面呢 也已经把两名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呢 已经扣留起来了 刚刚新闻也提到 并没有这个进一步的透露这个负责人的姓名啊 那么此外中国国务院方面也已经派出了这个专家小组调查 并且已经查处这个相关人员 还要这个进一步的来处理这个后续的情形啊 那么此外 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云南昭通市的鲁电线 今天下午也发生了严重的地震 这个海峡论坛跟中广新闻网 都会密切的为您关注后面的 这个后续的这个情况 但是在这一连串的这个消息当中 我们真的是感到心情的非常的沉重啊 也没有这个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一切 那我们想请这个专家来我们解析一下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的来观察 那么今天在台北呢 我们请到的是文化大学中山学术研究所的蔡伟 蔡教授到节目当中 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东宁好 那么刚刚我们跟两岸的听众 观众朋友们先介绍了 在两岸所发生的这两起特大的 这个重大的公安事故啊 那么想先请这个蔡教授为我们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情况就是关于这个在昆山的这个事件呢 造成了71人死亡 刚刚我们也介绍这个伤者都是大面积的烧伤啊 那么根据上海的专家表示说 这一次的这个爆炸事件可能是这个粉尘爆炸所造成的 那么专家指出说这个粉尘啊 粉尘只有在苛刻的条件之下才会爆炸 那么所以这次事故起因可能是由于中融金属公司呢 节约成本 那么忽视抽风集成设备呢 才会让这个粉尘造成了这个粉尘爆炸 那么另外呢在高雄所发生的这一个气爆事件呢 也可能是被怀疑跟这个管路有关啊 这个当初在这个气压计啊 这个下降还有这个丙烯这样的一个异爆气体啊 没有送到目的地的时候呢 就应该要通报 但是因通报而未通报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追究这样的一个源头 那么同样一方面高雄是在这个台湾本地发生的事故 那在昆山则是台资的工厂 是不是您觉得在台湾的 对于公安处理上 其实我们需要更加警醒跟小心 首先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 就像您刚才特别提到了 现在国际上两岸一年串的事故 远的从乌克兰马航飞机被打下来 然后尾巴之间的冲突 很多的无辜的妇女儿童受害 这个我们都看到了 然后新疆那边也有一些暴力的活动 然后两岸之间目前的这个状况 确实似乎都不是很好的消息 不只是似乎 确实是都不是让人能够振奋的消息 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悲痛 我想包括我个人在内 我们节目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大家应该都对这个事情感觉到非常的难过 哀痛 我们也愿意借这个机会 表达我们心里面沉痛的这种感觉 接着我们再回答您的问题 我是觉得 我们就专门谈这个昆山和台北 台湾高雄这些事情 我觉得其实两岸的中国人或者是华人在做事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常常都是cut the corner 这边省那边省 然后我当然现在不能讲说是投机取巧 但是就是因为你可能要cost down 要节省成本 节省支出 那很多该做应做的事情没有做好 没有把它做得非常实实在在的 我记得我前一阵子才到中国大陆去开会 我特别看到了到了他们的所谓的 制造原子弹的青海 那个叫做原子城 吴宗生有出来的 记得我在墙上看到了一句话 就是毛泽东 当然我们对毛泽东有很负面的一些评价 但他其中就讲了一个 天下最怕的就是认真的人 但是我觉得两岸中国人做事 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不够认真 不够扎实 那你签收到的公安 我们没有做好 为了省钱 那这个厂商没有把事情做好 那政府可能在制度的设计 规划 执行方面也没有把事情做好 所以就是一而再 再而三 或者是一连串的小撮 然后把它累积到了 最后变成一个不可受持的事情 高雄的事情 从大概八点多 发现有问题 一直到十一点多 还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后来人家发现是屏息 是不是 然后也没有疏散群众 那事实上八点多那时候 那个管线就已经发现了 有负押的现象 那确实就已经出事情 就有问题了 没有明快的一个救灾 一个制度处理 当然就这个 现在被指为罪客祸首的 这个公司来说 他可能觉得 或许不是他的设备问题 或许是人家把它挖坏了 这个有这种可能 那不管现在怎么样了 反正就是事情是发生了 而且造成这么样 惨痛的事 伤亡 情形 简直像打伤过的情形 那我们在看昆山也是一样 刚才您讲说已经七十几位 泥滥了 我们可以预见还是会有更多的人 不幸 你看那画面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大面积的 但是就像那一位学者 我们都不是学理工的 但是我们又尝试理解 就是说你一定要 包括我们的丙期也是一样 要累积到了一定的程度 然后你有明火碰上来 然后就要发生大规模的爆炸 然后就像那位专家讲的 就是说你平常在集成 这个从事化学工业的都知道 它有那个粉尘 你要集成 那个抽风设备 一定要非常的完善 那你可能就是这边也在接生 那边也在接生 所以没有出事 就是万幸 那出事就是必然 那而且一出事 就是到不可收拾 我们昆山和台北高雄 那都是同样的进行 所以我是觉得痛定失痛 如果说是我们利用这些 不能利用了 就是因为这些民众的牺牲 罹难 然后我们的政府能够通下决心 然后我们的厂商能够 好好的检讨 所有的程序 制度公安这些东西 把该做的事情脚踏实地的 一个脚步一个印子做好 这个才能够说是避免将来再翻 但是以两岸的这种做事的态度 我实在很难抱这个乐观的看法 是好的 谢谢蔡伟教授 那么此外也要跟听众观众朋友们 报告一下 就是有在关切这个高雄 这个后续救灾的情形的 听众观众朋友们 或许也知道说今天晚上 傍晚的时候呢 高雄一度传出似乎又有 这个臭气外泄的情况 那么救难人员跟媒体记者呢 在现场采访的媒体记者 是一度紧急的撤离 不过现在正式是虚惊一场 但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 报道当中也可以发现到 目前当然这个据一些公司表示 管线当中还有残存的丙息存在 所以目前不管是在现场 抢救也好 或者是在采访也好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存在的 那么继续也想再继续 请教这个蔡伟教授 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 我们想接下来请教您的 就是关于两岸的政府单位 在处理这种公安意外的态度 跟执行力 我们注意到说 大陆方面在昆山爆炸案发生之后 国务院他们马上就派人下去处理 同时先把负责人扣起来 同时也已经查处了相关的官员 就是说因为他们把这次定位 为特大的公安意外事故 那么但是在台湾这边 目前好像您刚刚也提到说 是这个好像在这个公家单位 缺乏第一时间明快的处理 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后 又发生好像中央跟地方 相互指责的这个状况 是不是两岸的这个公部门 在处理这种重大公安意外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出来 处理态度上有些不同 我想这个跟政府体制有关系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两个事情 看起来本质上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但是昆山的事情就非常明确 就是在台资企业工厂里面发生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工厂的负责人难吃其就 那基本上就能够比较明快的处理这件事情 那台北 台湾 台湾高雄这个事情 那现在本来说是三家 我记得至少是三家 中油 中化 还有李长龙 三家在那边 为了到底是谁该负这个责任 还搞不清楚 现在大概市政比较明确是 这个李长龙 融化应当负比较大的责任 或者如果不是最主要的 那当然就这个 这个企业主来说 他可能他就要 argue 到底是为了什么发生这个事情 我这个管线是因为松脱 是因为老旧 或者是听说那附近在轻轨 是不是有人不小心把他挖破了 这个就涉及责任的分摊 这个将来后续的赔偿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中央和地方之间 也为这个事情搞得不太愉快 有人甚至也还有 至少在媒体报道 还有一些政治人物 想要借这个事情 来决取个人的 或者是政党的短期的政治利益 这个是实在不道德到了极点 好 那中国大陆那边 当然一个是市政明确 另外一个就是 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 它那个是一个比较集权的一个体制 它能够卢比实质 那地方也不见得 尤其在这种特大公安事故的情况之下 地方也不敢扬风 因为不敢推脱阻拦 那中央国务院的调查小组 也已经下来了 所以应该就会相对来说 会比较明快一点 那我们的体制相对来说就是 当然我们也是一个中央地方政府 分权的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哪些事情是属于中央的职权 哪些是属于地方的 尤其现在又是属于不同政党的执政 那这个里面可能就会有一些 彼此间的磨合了 所以我是觉得里面牵涉到制度的问题 牵涉到性质的问题 是好的 谢谢蔡伟蔡教授的分析 那么关于这些公安事故意外的 后续的消息 美国之音跟中华新闻网 都会为听众观众朋友们 继续的追踪下去 那么中华新闻网跟美国之音 也希望逝者能够安息 伤者早日康复 同时对于罹难者家属 还有伤者的家属 中华新闻网跟海峡论 美国之音都置疑深切的慰问 现在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 感谢博弈 也非常感谢蔡伟教授 针对刚才事故的一些分析 欢迎您来到我们海峡论坛 那么海峡两岸上周 接连发生了爆炸事故 刚才我们看到的画面 真的是非常令人难过 那么除了赶紧找到失踪的人员 也希望厘清出事的原因 不要再发生类似的悲剧了 而有关高雄石化气爆 和江苏昆山工厂的爆炸事故 还有刚刚提到的 云南地震的一个最新消息 也请您持续锁定 台湾中广和美国之音的最新报道